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诗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半年的时间 不过呢根据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现任总统奥朗德的满意度只剩下4% 那么更雪上加霜的是 在一本收录奥朗德各种诗言的新书出版之后 也让法国总理瓦尔斯决定要跟奥朗德划清界线 甚至呢以愤怒跟羞愧等字眼表达不满 那么究竟呢在民调跌落谷底之际 奥朗德的连任之路是否还有希望 那么面对其他政党候选人的虎视眈眈 谁最具有胜算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丹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教授 郭秋庆郭老师带听众朋友来起关心 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刚提到根据现在的民调显示 这个欧兰德的满意度只剩下4% 那么这项调查也指出 如果他参选这个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最多呢只有10%的得票率 我想先请谈一下 你怎么看这个这一项的这个民调数字 是否会感到意外 对 基本上啊 民调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了 那欧兰德他的满意度4% 这个是华国的世界报 是 委托民意机构所做的 那还有就是说参选下届总统啊 这个最多只有10%的得票率的话 那这个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政治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 是 这两个民调应该是还是值得重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不至于感到意外 因为整个大环境来讲 这个在欧洲并不是很好 这个经济成长的速度还是很慢 是 你比方说今年啊 跟明年啊 这个经济的成长啊 是有提升 但是那幅度太小了 整个欧元趋十九国的经济成长啊 那么现在来到了今年的1.7%而已啊 是 那明年也才在1.9%啊 所以才上升了0.2% 这个百分比啊 所以经济负数的力道不大啊 那华国又是整个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啊 是 那今年来的话 它成长趋缓嘛 那失业率还是很高啊 10%左右啊 是 现在英国又脱欧啊 所以未来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啊 这个情况不明朗嘛 所以华国明年的基地成长是大概1.25%而已啊 是 那比那个IMF的观光统计率1.5%还低啊 所以现在当总统的来讲的话 其实做起来啊 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好做了 也经济环境考验嘛 不过我们回顾2012年的这个法国总统大选 那个时候选战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那欧兰德最后是以大概 51.7%的这个得票率 打败了这个萨克奇嘛 我可以请你为听众朋友简单回顾一下 那时候他能够挑战大卫成功的原因是为什么 那么在这段这个时间 他难道政绩一无是处吗 为什么会让他失去民心 对对对 这个从两方面来看啊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成功 成功他实际上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社会党这一方面 当时不是他啦 不是阿朗德啦 因为阿朗德的这个行政经验 不是很丰富 那他又是非常平常 不太有这个魅力的一个人 那当时是应该是IMF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的总裁凯恩出来当社会党的候选人 是比较有办法跟右派的萨克奇来竞争 但是因为凯恩临时出了一个绯闻案子 所以后来社会党的出现他就没有办法来参与 这样那使得阿朗德才有办法成为候选人 是 那后来阿朗德他其实跟萨克奇来竞争的话 他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平常 比较堵实的一个人 那萨克奇他行政经历很丰富 而且他本身呢 这个在工作方面呢 非常的努投入 而且是一个工作狂 不过他就是风头比较风 这个比较稳健 那爱出风头 那当时因为欧债危机 那欧债危机的话 也让了执政的政府 这个换掉总理也不少个 那华国在这种情况下 萨克奇当然很为难 那么他最主要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让人民不愿意再接受 就是因为他配合德国 就是梅克尔总理的这个财政警说 就是要缩衣结识 所以当然选民不太能够接受 那阿朗德确实提出要紧缩 没有错 但是也要经济成长 所以大家看到要经济成长 这个不太一定配合梅克尔的一个做法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懂要经济成长 所以这个情况啊 就使了一个比较平时的人呢 能够脱颖而出 不过其实讲起来 他的德彪力刚刚讲到说51.7嘛 应该是只是略多于萨克奇 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他的这个施政上 你看的话这四年当中 因为整个大环境不好 那所以他比方说有些政策上就很难推动 你比方说他一上来 大家很亲爱一个政策就是富人税 那富人税 他是叫好 但是不叫做 因为你一开征 75%的这个 编辑这个税率的这么高 75% 把一些富人都吓走了 比方说 华国最有名的LV LV就是 名牌 那个名牌 的首富 阿诺特 他就跑到比利时去了 当比利时人了 那有一个歇心 他就跑到俄罗斯去 当俄罗斯人了 那这个就是因为税率太高 所以这些富人都 必恐 为之不及 那因此他也在这种情况 他没有办法达到 其实税收的扩正 那反而 这种情况是对他是一个损伤 所以后来他得改变 他这个高税率的方式 降到50%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使得本来非常支持 这个社会党里面的左派的 这个人士呢 对于阿朗德呢 就觉得非常不满 那你刚刚说 他现在税务这么高 就是整个 政府的财政赤字 也没有办法达到 欧元区的一个最高标准 就是在GDP的3%以内 现在是 让华国宽松的 GDP可以到 3.5 就是等于超过3% 这个左右 他希望说明年可以达到 欧元区的一个3%的比例 不过 讲起来 这个因为英国脱欧的 这个冲击 是不是能够如政府所希望 这个也有待观察 所以这个 政府的财政偏高 那还有最近的发生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 就是说 左派的人 所希望的就是 35个公时 那么 奥朗德觉得 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周边国家都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要把这个 35个小时的公时 缩减 是 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就使得华国的人民 尤其社会党的左翼的 就非常愤恨 大公示威 这个情况搞得很严重 使得 华尔斯政府最后 以协位多数通过不信任投票 才使得这个新的劳动的法案 能够实施 也就是说 有弹性的减少35个小时 让企业跟劳工可以去协商 那这个就是 是有突破 就是为了这个改革 但是这个讲起来的话 就是也流失掉一些人 是有去左派的 社会党左派人士 对他的一个支持 但是这个整个大环境 就是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下 效率 这个竞争力 这提升 所以我们说 是有一些 他市政上 不但能够被接受 但是呢 他也到最后这个阶段 被迫一定要去改革 所以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一个左派的社会党的总统 做的一些措施 反而是违反社会党 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跟价值 所以他的下民调 当然就比较不高 低啦 不过老师 这个外界也传出 最近他们法国有新上市 这个一本新书 叫做总统不开这么说 他说他引起的 这个负面效应也发酵了 那就您了解 这本书的来历是什么 是谁撰写 那内容再来是写哪些部分 对 当总统 因为他比较没有行政业力 所以他在初期的时候 有些话语是比较不适当的 那这些不适当的话语的 当然就没有想到有一些记者 就调查的记者 把他写成一个书来出版 那么也就在选举 但这种事情也会比较多 就是这个争取 这个对方比较有利的 那他有一些话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比方说批评检察官 法官 没有还有正义感站出来 就是比较躲在后面 比较说 这个我是一个德行很好的人 这样的一些话 没有积极主动 但是就被人家这个挑剔了 那比方说他讲这个球员 现在就是说这个打球 这个在华国这个足球 这个人员 他没有什么教育 那他就好打 就成为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大白的明星 收入就很高 事实上现在政府是希望 鼓励大家多勤劳去工作 去创意什么这些 所以有时候某一个面向的人 他都听起来不太合适 所以就把这些 不是很妥当的言论 他收集出来 那来做一些说明 但是这个允许的一些负面的 就是说因为有记者访问到瓦尔斯 那瓦尔斯这位总理的话 觉得说这个内容还是 让他感到很愤恨 不然这个愤恨是指什么 这个就很难很难讲 但是还是对一般社会大众 有一些冲击 是 不过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瓦尔斯 外界解读 他说这个是让他跟欧兰德之间 这个出现了一个嫌隙 那就您观察是 瓦尔斯真的是受够了 还是说真的要找机会 跟这个奥朗德做这个切割 取而代之下来竞选总统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因为瓦尔斯本人 是还算是新生代的 那他完全可以说是 奥朗德班底的人 因为他最早出现 这个站在台面上当政治人物 是当奥朗德总统竞选团队的媒体发言人 那他表现得不错 所以奥朗德就提拔他当内政部长 那当内政部长的时候呢 过了两年之后 奥朗德这个施政上 绩效不是很好的时候 临维受命 这个瓦尔斯再出来 这个从事当总理的工作 那一般认为啊 他是比较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 也就是说现在要改革 那改革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党要的政策上 要比较宽松弹性 比较自由化 走到比较右边来 那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是奥朗德蛮借重的 一位大将 那他的政策上 就这样的情况下 就比较偏向右派的啦 是 比较偏向右派这个 撒扣其的这种做法 是减税啊 刺激消费啦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希望透过 这个劳工税啦 让还有就是让企业 可以跟招聘更多的员工 就是抑制劳工的一些福利 那么使企业家 更有联合的弹性 这个来做商业的行为啦 所以这种做法呢 是其实也是 奥朗德人所希望的啦 所以他是比较新生代的 那他要取代奥朗德 可能这个在社会党的 织望上还是有带上去的 还有一段时间啦 不过呢就是说 奥朗德目前是决定是说 在12月的时候才会决定 是不是要这个竞选连任嘛 那目前看来这个 优异阵营的挑战者 蠢蠢欲动 那么假设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瓦尔斯真的出马竞选 有办法扭转外界 已经认定这个 左翼将惨败的一个状况吗 对 现在是还有一段时间啦 现在就进入11月初嘛 是 所以如果是左派这一边啦 明年4月5月要总统大选嘛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社会党的党内出选要到12月底啦 是 所以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那目前呢 这个在位的这个阿朗德总统 他过去也提到了 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很希望做到就是说失业率的下降 是 那过去失业率都在10%之上啦 那现在是不是失业率可以下降啊 这个是他所希望 所以他现在这个劳动法的改革啊 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希望推动失业率的下降啊 那这种情况之下 呃 我们说可能呢 要真的看到失业率的这个这个好转啊 那根据最近的一个正方面的统计资料啊 是有降到10%以内的啦 大概9点多%的啦 所以是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阿朗德认为他可以站出来了 嗯 来宣布的啊 虽然民调第一个真是以为是 不过他现在已经啊 希望就是说把失业率下降 他才有正当理由出来啊 进行啊 这个党里面啊 这个贴名当候选人连任啊 这资料才可以走上去啊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在呃 11月底吧 是 12月初吧 我们再观察看看啊 那他的机会算起来是 因为现任还是有优势啦 那王老师的话 中山未来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的大啦 因为他今年才54岁而已嘛 所以在目前呢 还没有看到 但他也被点名啦 是 也被点名 因为社会党的左派对他不太能够接受了 因为他太偏幼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这个是符合全球化的潮流啊 应该是比较偏到右边啊 所以他未来的这个发展还是无可先量的啊 那现在就是因为可能被点名嘛 那我们看看这段时间再有什么变化啊 才会比较清楚啊 那这最后还是要等到12月啊 嗯 的时候呢 这个党内的初选最有通过的人选啊 这个比较能够确定啊 是 不过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目前有意角逐这个总统大位的人选啊 包括极右派的 民主阵线的党主席啊 马林雷鹏嘛 那右派的共和党呢 是将在这个月举办这个初选啊 那目前看来是前总理居备 还有这个前总统沙科吉啊 这两个人这个相互的在角逐啊 那就您来看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这些人都分量够吗 是有办法跟这个社会党做一个角逐吗 对 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民主阵线 有人翻为国民阵线啊 他是比较极右派的啊 这个极右派他基本上啊 是反移民反难民啊 帮欧盟啊 这种做法 那他在华国呢 过去在总统大选都会搅局啊 会有一些媒体曝光的机会啊 那这个党啊 是一位勒盆啊 是国会很资深的议员啊 国会议员啊 那他年纪大了啊 他当很谈多届的啊 所以他现在他的女儿出来啊 就是马林勒盆啊 那这几年来你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很明显啊 这个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使得移民的声音啊 反移民的声音啊 增加了啊 所以也使他有机会啊 站在这个国际啊 这个台面上 甚至进入国会议员啊 也进入了总统大选的第二轮啊 这样一个情形啊 那其实他最后啊 应该还不至于啊 这个有机会啊 跟两个主要的左派跟右派的政党竞争啊 那现在就是说 在法国里面呢 这个左派的啊 现在就可能嘛 等12月是不是阿朗德啊 正式走出来宣布了啊 还是有其他人选出来跟他竞争左派的啊 这个候选人啊 这个还有待观察啊 那现在就是看右派的啊 右派也要等到今年啊 11月底吧 也快到了 那他是要两轮出选啊 这两轮出选的话呢 有大概现在有也也台面上也有七八个啊 也不少 但是主要还是有两个啦 主要两个就是以前的总理啊 那就是朱贝啊 朱贝啊 他曾经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当过了啊 那他是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啊 那他身体还不错 还蛮硬朗的 不过他已经71岁了啊 那目前的声望啊 是在这个共和党右派里面的声望比较高的 不过我也不能低估另外一位党类候选 就是朱贝奇啊 因为朱贝奇上一届啊 就是因为整个大环境 使得他的政策上是紧缩 其实紧缩不是错的 但是选民不是那么青睐啊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啊 这个赢得连任啊 不过他的失败啊 也达到将近一半啊 所以他很有信心说我要再出来啊 是 那他出来因为他蛮干练的 他现在才61岁 那他有一定的魅力啊 那事实上他也很努力啊 是听说是一个工作狂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嗯 他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因为这个共和党里面 是要两轮初选的啊 嗯嗯嗯 所以是不是在一个礼拜之后的初选啊 他他也有办法在这个 赢过这个朱贝也不知道啊 嗯嗯嗯嗯 所以在基本的格局上啊 是右派的话啊 是是比较 人家认为是 撒克奇啦 嗯嗯嗯嗯 那朱贝也有 但是他年纪太大了 是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 致命的关键啊 嗯嗯嗯 那可能就是说将来这个 阿朗特会出现啊 阿朗特跟赛尔奇也蛮有 可能是去对峙的 来争取下一次 四月到五月的这个总统大选 是 这个都还不定啊 嗯嗯嗯 就最后一段时间还要观察一下 对 是 老师那最后一点时间啊 这个法国总统选举 您刚刚说到是明年的四五月之间举行嘛 那目前看来这个阿朗特还没有松口 是不是要寻求连任啊 那就您观察他现在民调这么低哦 他有可能会就直接宣布这个不参选了吗 呃 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讲出来 嗯嗯嗯嗯嗯 都没有讲出来 那么党里面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就是说第二个人物第三个人物想要跟他争取 哦哦 嗯是啊 那像上一届的话 是阿朗特他是第一个说我要来参选啊 是 但是因为有人认为说他没有 是机会 所以有另外一个凯恩 MF的总裁 他觉得他比较有可能会赢过对方 但是他出事 临时出事就没有办法 阿朗德是很努力 但是政绩都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党里面有没有其他第二位 现在也没有看到 所以在这种民调不是很高兴 大家就说 可能要找其他的替代人选 来竞争比较有机会 所以才瓦尔斯会被点名 但是瓦尔斯又是他提拔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还是认为 阿朗德他可能还是会质疑参选 因为他自己也讲过 如果我不出来的话 这个极右派的势力 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上 算是更大的 这个对方我来讲 不是很好的一个国际形象 所以有一些知识码记 可以看得到 在社会党里面 就是说鼠中无大将 那可能就是让他去了 因为机会也不大了 还是怎样 现在可能只能够这么说了 目前看起来就是 奥朗德虽然还没松口 但是他好像不得不出 党内也没有其他的人选 OK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的是 丹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教授 郭秋庆郭老师 带听众朋友来一起关心 法国的政坛问题 那么根据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先任总统奥朗德的满意度 只剩下4% 那么再加上一本收录 奥朗德各种诗言的新书出版之后 也在法国国内引起许多的效应 更让奥朗德的连任之路备受考验 那么至于后续 奥朗德是否还会宣布出马连任 那么法国政坛 是否还有可能会重演政党轮替 台湾APP也将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那么现在待会最后 你要再次谢谢郭秋庆郭老师 再来听众朋友来关心 法国的政坛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